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的妹 歡迎回來飢餓龍 這是我們這個系列的最後倒數第二集 最後倒數第二集了,這一集拍完 下一集再拍完,基本上就等更新啦 要說最後一集也不算是最後一集啦 就是說等更新之後我才會再拿出來拍,就這麼簡單 好吧,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趕快使用這一隻波賽卓恩 它上面寫,迷人美貌和操縱本事的結合 是多有本事呢?不知道 它現在已經開始可以吃炸彈了,可以摧毀這個牆壁了 然後呢,可以吃這個紫色的鬼魂了 然後可以期待四隻寵物 那麼這四隻寵物依舊應該就是這幾隻啦 這個破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因為它已經可以撞最高等級的牆了 那它可不可以撞那個還未突破的地區呢? 我們來試試看 或許說根本就沒辦法撞破 因為那是還沒有更新的地圖 還沒有開放的地圖 會不會因為這樣產生BUG,然後就有辦法過去呢? 沒有,我亂想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啦 好啦,試試看喔 總而言之就一樣帶這四隻好了 然後看一下服裝 這原本的服裝嘛 然後這 浴衛,這還蠻好看的耶 有那種機械的那種現代感的感覺 火焰大小加10% 然後這個是什麼? 驚醒 地雷傷害下降10% 超衛援 哇,這個有點BlingBling,兵分的感覺 速度加10 得分加20% 火龍 欸,怎麼沒去啊? 欸龍哥 欸欸欸欸,對對對 喔,還不錯啦 還可以看啦 但是呢,沒有打算要買 呵呵 那麼剩下來的鑽石呢 老頭可能會拿來抽蟲 我也說不定 喔,我應該是會等 那個 這邊左邊啊 喔,你們現在應該看不到滑鼠喔 就是左上角這個部分 左上角這個部分呢 出現了史詩級抽到的機率提升 我老頭才會開始抽 喔,現在的話應該不要抽好了 嗯,抽的話感覺浪費耶 好吧,沒關係,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用這一隻 喔,開玩開玩 喔,然後最近又有錦標賽要開啟了 喔,又要開始玩個錦標賽了 不知道這次錦標賽的獎勵是什麼 希望是一顆金蛋 喔,因為金蛋的話有機率可以開出 傳說級的 喔,比史詩更好就對了 唉唷,等一下等一下 欸,為什麼不能按 喔,可以可以可以 喔,這就是我們的 賽波 波賽 唉唷,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的名字實在有點長 然後呢 我怎麼感覺他好靈活喔 是我的錯覺嗎 這隻怎麼感覺那麼靈活阿 欸 這隻給我的感覺有飢餓殺的那種就是 當初玩飢餓殺世界的那個靈活度欸 對啊,真的 欸,好快喔 欸,他移動速度好快喔 我沒有裝加移動速度的他就這麼快了欸 你看一般的飛行速度,然後這是按按下飛行速那個衝刺 超快速的欸 欸,好快喔 這就是AKS龍的威力 哪像我們之前上一隻 咬佛瑞 還是咬瑞佛,忘記了 上一隻那個動作真的是慢狼鐘 這隻就迅速多了 超快的欸 而且升級也很快 馬上就升級了 我的天啊 怎麼可以升那麼快 欸,AKS龍的龍真的好強喔 欸,真的有強到欸 我決定我要去右下角了 我要去右下角看一下 那個石頭做的那個牆可不可以撞破 啊 我是覺得不要抱太大希望啊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撞破 啊,我只是做了一個 感覺不太可能的實驗 啊,沒關係 進來都 進,既然 既,既然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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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來了 啊,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 我可以衝更下面 死給欸 哇,沒辦法再往下了嗎 好,繼續衝 他感覺這個深海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就沒有辦法再下去了 好可惜喔 就好像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阻力阻止你繼續往下游 瞭解那時候你明明就已經 明明就是衝刺是無限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往下游 好奇怪喔 他是故意這樣設定的吧 可能是未開放的地圖 也說不定 搞不好之後我們的飢餓龍就會前往海域有沒有 未然海域 有可能 然後之後裡面所有的對手都是鯊魚 都是飢餓殺裡面的 以前飢餓殺裡面的角色 有沒有這可能 好 因為我印象中飢餓殺 的這個系列手機版啊 好像都有一些是有boss戰 好,我不知道這個飢餓龍到外面會不會跟這個飢餓殺一樣 就是會有boss戰的出現 好像飢餓殺我之前看人家的影片 好像有打那個巨大螃蟹 好像巨大螃蟹也算是一隻 中小型的boss吧 也是需要花一點腦筋 動一點腦筋才會辦法打贏 好,那飢餓殺世界的話呢 好像是 只有尾王而已 中途都沒有任何boss在 這樣 不太一樣 好,不管了 衝看看就知道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往這邊走好了 為什麼這裡不可以走啊 我被夾到了 啊那個地方在哪裡啊 我又吃到一個好爽啊 另外一個咧 啊又火焰了爽 奇怪我看一下地圖好了 咧?不是這裡 到底在哪啊 我們之前那個 我記得都是在右側啊 怎麼會沒有 這次怎麼沒有 還是說他不顯示在地圖內 我已經忘記了 講真的我已經忘了 算了 隨機應變好了 有找到就找到 沒找到就算了 應該在上面吧 我們試試看上面一點 這邊 唉唷 還好 我們這血量高 唉唷 一樣不給撞 他這次連 唉唷 我想說他這次連這個字幕都不上了 唉 他說你不法 你無法通過這個地方 所以說呢 我們裝備那個 可以破壞 破壞牆壁的 等於是浪費位置 有跟沒有一樣 我被抓到了 我覺得這個要吃到 積極一點 吃到個一千萬也不是個問題啊 搞不好我這一趟呢 我就可以把它吃到滿等 也說不定 有沒有這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到外面 我的生命掉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然後呢 那個龍的那個體型會越來越大 喔這邊有個任務 結完了 水 剛好是那個哥布林任務 最後一隻 被我吃到了 好吧 這裡好像真的就沒什麼了 秘密探索區域 唉唷 等一下 我居然找到秘密探索區域了 死給 阿這裡到底有什麼 好奇了一下 喔我又升級了 nice 嗯 秘密探索區域 沒什麼沒什麼沒什麼差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 秘密探索區域有跟沒有一樣 唉 你少說 一個探索區域也給給一個感覺不錯的東西吧 什麼都沒有 好 然後你就說是秘密探索區域 好 秘密探索區域進去一大堆寶石蜘蛛 不是蜘蛛啊 那個 那個什麼身上帶著寶石的豬 對不對 紫鑽石一大堆在裡面 這樣也爽啊 對啊 至少來個十來一隻有沒有 然後就有有用爽爽感那種感覺 一次 鑽大把大把的鑽石 好 算了我們離開這邊好了 往上走 忘記按衝刺了 難怪奇怪怎麼那麼慢 這邊應該到上面的城堡吧 會不會 是是哪裡 這哪裡啊 龍 啊我到這哪回頭路 好吧 我們繼續有 有這裡 有這裡 我把那麼大一隻給吃掉了 欸想幹什麼 跟我拚是不是 現在裡面所有的龍就我最大隻了 敢跟我鬥 小心一點啊 不想活嗎 不想活就來吧 輕輕鬆鬆賺100萬好爽啊 真的是超爽的 那連這個我都可以咬 然後他也可以咬我我也可以咬他 勢均力敵啊 洗內 連這種大型殭屍龍都可以咬 幹什麼東西 你想幹什麼 吃這些幽靈可以增加大量的這個 火焰能力 哎呦快要滿了 再多吃一點 有了我快可以噴火了 讓我噴火 有 哇 那又升級了 爽快百分百耶 秘密區 那又被我燒個金光 死鬼捏 撞 等等 居然還有我不能吃的鬼魂 所以說之後還會出更新的龍就對了 那個紅色鬼魂我不能吃耶 還是說那個是最後的尾龍才可以吃 尾龍 最後的尾龍是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 飢餓龍 飢餓龍裡面最後一隻龍啦 也有這可能哦 感覺有這可能 哇我可以玩好久哦 哎呀大龍咬我的尾巴 哎呦幹什麼 哇龍越來越大隻了 誇張 我覺得他突然被一個秒殺技 被一隻龍秒殺 這也都有可能啦 難度越來越高了 哎又來一隻 不要我快死了 哎超級危險 超級危險 我的尾巴太長了 這是我唯一的弱點 我要被咬死了 他在攻擊我的尾巴 這些龍很聰明啦 知道要咬尾巴呢這樣子 那我還知道要咬尾巴 被追捕 你這些不堪一期的小小人民 想要對我做什麼 啊你們不想活了嗎 哎這邊也有吃吃吃 多吃一點 我要噴火哦 有了有了有了 好爽好爽 好爽哦 噴高高 噴好噴滿 好爽啊 哎沒了 昙花一現 哇我在差 我在差一波我又可以 終極怒吼了 好我就 我就可以在個終極爆發 哇我已經一百五十三萬了 其實也不多哎 說真的 一百五十三萬其實真的也不多 哎這可以吃嗎 可以我們可以吃 現在可以吃小型炸彈了嗎 啊要死了 oh my God no 亂怕怕 去 了 登登登 好賺了一萬六 總共生了 我們總共生了五等左右 我這個要三十二萬 貴 我才不要買了 好歌要拿來抽 這隻算了吧 我們來抽五顆好不好 五顆多少 五顆125個鑽石 不要我們抽三顆好了 抽看看好了 你看這個 死屍是只有一趴喔 是只有一趴喔 很危險的喔 抽了三顆好了 結束前抽一波 爛東西 變成金蛋 然後五十個金蛋呢 可以再抽一顆 不是抽一顆可以抽 三隻的傳說 其中一隻 三選一就對了 再來再來再來 喔 哇 又變成蛋 又變蛋殼碎片再來 最後一發 哇怎麼都爛東西啊收藏 吞死蜘蛛回復額外30%的生命值 啊我們要裝的意思啊 喔給你們看一下那個金蛋的效果 金蛋是可以抽到這三種其中一種吧 金色碎片來解開 三選一 可是為什麼這個會會閃亮啊這是什麼 吸引獵物這都沒有都沒有做任何說明 然後這邊的話是開啟蛋來解開 這個是死屍 可惡在一顆 不甘心 這就狗死屍喔 不然我要生氣了喔 算了不玩了 嘿嘿嘿 二十個碎片 好可以 好不好算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那下一集呢 就差不多就是暫時的一個完結 那麼呢有重大更新的話呢 老頭一定會回來拍的 各位請放心 那麼呢 如果呢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然後呢 記得去我的NONOLIVE按個追隨 這個NONOLIVE呢 老頭最近在這邊做一個直播平台的一個動作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前往觀看 但是YT的直播呢也是會播 但是會比較少就是了 因為會把時間都挪在NONOLIVE這個地方喔 好吧 那麼今天呢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次饑餓龍再見面了 掰掰